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于0079里边的强人我了解的是少之又小 所以本期视频我们着重来介绍这一款比较冷门的模型 对于设定和其他隐身出来的各种梗 那就交给再多的各位去进行补充了 这一款模型一共是14块板件 由于录制的过程中视频不小心让我给删除了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一下整体的骨架 在MG强人发售的时期 其实MG系列的技术已经接近成熟了 同时期列有Z高达2.0 马克兔2.0 F91.0 如今来看也都是非常优秀的模型 在MG强人发售的一年以后的MG炸骨2.0发售了 同时MG系列也正式迎来了巅峰时期 作为这个时期的产物 MG强人的骨架整体素质表现还是比较优秀的 整体的细节还是非常的丰富 但是缺少了一些联动机构 和说明书的机体摄定图进行对比 会发现这一款骨架也算最大限度的 还原了摄定图的样子 在骨架状态下 整体的可动其实还算是比较不错吧 虽然说这一款模型的跨步是采取了球形关节 但是因为设计出了凹面以及斜面 所以整体的可动也会更好一些 但是所带来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关节过于松软 这个也是这一款MG强人最大的问题 当我们把外甲全部装上以后 原本丰富的骨架就被朴素的外甲盖住了 至今我相信一定会有朋友说 没有必要在看不见的地方下功夫 外表好看就行 这也许也是现在大部分玩家所想 时代在变化 也许每个人的想法也在变化 所以赎对赎非 这个要一直征兆下去 也不会有任何的答案 只要自己喜欢 就是对自己最好的答案 说回到模型本身的造型 作为激光机体 强人整体的体型相比较而言 我个人感觉可能稍微的有些显瘦 造型也是更像骑士一般 挺怪怪的 不过也算是很有意思的一个机设 同时在主体上 强人也没有多余的武器外挂 基本上类似于一个纯速体 武器配置方面 强人也是只有一把光束军刀 一个专属盾牌 在模型的配件上 还提供了用于发光的光束军刀握柄 三枚单独的导弹零件 以及真状导弹发射特效件 除此之外 也是有提供Mark Bay的任偶 不过这一次所使用的是白色的软胶零件 而且这一次的Mark Bay 是没有提供任何的Carson 手臂是需要自行加工处理 同时小的Mark Bay 也是胡的傻也看不清了 所以这个小人 我就不去过度的展示了 配件不算丰富 但是都非常有意思 由于强人的机设是19.9米 在0079的人形机体里边也不算较 所以强人整体的高度 对比之下还是非常的高的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头部 强人的头部造型 其实有些像欧洲中世纪骑士的头盔 只不过头盔下面是一个独眼的设计 当我们把头盔的外甲拆除以后 其实强人独眼 是直接放在中间的球形关节上的 整个部分是不具备任何的联动 所以想要调整眼睛的角度 还是比较麻烦的 整个头部通过了球形关节进行连接 在活动的过程中 头盔后方的零件会有一定的干涉 其他的都还好 强人的胸部也是非常的简练 胸部外甲的零件 加起来也只有7块而已 出气口部分是通过了 镂空结构实现的一个外甲外露 内部的细节刻画也是清晰可见 我之前一直以为 中间的这个方块是加尔仓 结果这个地方只是个刻线而已 而加尔仓是下方的这个部分 直接活动零件 就可以看到内部的马克贝了 但是这个地方有点深 说实话真的不太好看 不过话要说回来 加尔仓的颜色这么明显 真的安全吗 强人的背包 就是类似于两个氧气罐一样的推进器了 整个背包是可以进行一定的行为活动 强人的腰部 这个部分是嵌套零件 但是这个部分没有任何的固定位点 所以在活动的过程中 会一直在这里边晃荡 强人整个胸部都是固定结构 只有在腰部是通过球形关节进行连接 整体的活动性只能算是一半半了 而且这个手感稍微的有些松 由于强人的机设 所以也不存在肩甲这个设定 所以肩部就是这种大型的球状关节 手臂部分也是非常常规的方程化结构 带点弧面的造型 外挂装备也是只有一个专属盾牌 盾牌还是采取了线套的设计 所以强人的手臂并没有任何其他多余的接口了 强人的手部是采取了后续的那一种113的可动手 相比较老的可动手 这种113的可动手优点在于造型会更加还原 而且手掌中是有固定卡损 对于后续的武器握持稳定性还是非常的好的 强人的手臂整体的活动性可以说是非常的优秀 手臂基础平台能够达到90度 再通过胸部的球形关节 整体来说的平台能够达到180度 如果再调整一下超过180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手臂正常360度旋转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手臂的前身后摆关节相对来说会弱一些 上臂360度旋转没有任何问题 但是这个地方的连接会非常非常的松 需要进行一定的加固处理 曲手活动幅度180度 整体比较流上 手腕是通过了球形关节和卡扣进行连接的 这个地方有的时候活动起来就会直接脱落了 跨部的设计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不过针对于大腿部分 还是设计了一个前身后摆的零件 这个设计其实也并不算有多么稀奇吧 不过内部也是有固定结构 以保证整个腿部的固定的 当部中间这个圆柱形的零件非常松 需要胶水进行下固 前裙甲通过滑槽进行连接 只能够进行上下抬起 并且活动过程中还会受到腰部零件的干涉 侧裙甲是通过柱形卡榫和PT件进行连接 整体的活动性还可以 后裙甲为不可动结构 而且这个时期的MG的裙甲 其实都是有内衬的 相对于来说会更加的完整 强然的腿部最大的标志 也就是小腿的这个类似于喇叭裤一样的造型的 同时整个腿也都是比较素的 基本上是没有任何的细节刻画 并且也没有其他的展开机构 脚部是标准的大脚掌 并且脚尖是采取了三段式的结构 但是拼完了以后 你就会感觉这个地方的可动提供 其实真的没啥用 由于小腿外甲的干涉比较大 所以脚腕的可动性限制也会比较大 整个腿部的可动还算是比较可以 即便是跨部是采取了球形关节 但是整体的可动相对于其他的机体 也是有一个比较不错的提升 但是整个腿部最大的问题 那就是关节松软 一旦是装上武器摆动作 这个松软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了 武器部分首先提供了长薄型的光手军刀 不过这一次一共是提供了两个剑柄 一种是常规的剑柄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发光的剑柄 内部是安装了简易的开关和LED机构 拼装流程相比较劈气的那种 要好成很多比较简单 但是内部用来供电的CR1220号纽红电池 需要自备 由于我们要买到 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办法去给各位 进行展示了 另外的武器也就是这个专属的盾牌了 从盾牌的外侧我们可以看到 两圈真状导弹 当我们把中间的黄色面板打开以后 内部也是安装了大量的导弹分件 这个分件的设计可以说是相当的不错的 同时盾牌上还可以放置导弹发射特要件 这种特要件 对于目前的模型来说还是比较少见的 再来就是盾牌内部是提供了框架结构的分件 握把也是采用了多段关节 盾牌内部还可以收纳光束军刀的剑柄 但是只能安装上没有灯组的剑柄 另外一个剑柄就得拿在手上了 其实这样的设计也是比较不错的 至少没有东西会外落在外面 但是由于盾牌的分件比较多 导致整个盾牌的重量还是比较沉的 加上强人的关节又偏软 手臂还非常容易脱出 一旦是装载了盾牌以后 整个手臂的把持力度就不是特别够用了 在把握的过程中会非常受到影响 那么至此这一款万代MG强人 我们就用全部的介绍完成了 综合素质来说 这一款模型的优点和缺点都很明显 优点是这一款模型足够还原 外观造型 内部细节以及武器配件的提供 也是非常有意思 缺点就是关节部分实在是过于臃软 对于把玩的影响还是非常的大的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今这个时候 强人的价格也不是太好 加上人气问题 就导致这一款模型在如今这个时候 也基本上处于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步 可能当我们提到强人的时候 大部分玩家想到的是他的驾驶员马克贝 或者是衍生出来的各种梗 再者就是创战者里各种各样的强人了 可能造型会更符合当代玩家的审美 那么今天呢 我也是把这台模型给各位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分享 希望能给还在观望中的朋友一点小小的帮助 那么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这是狗 我们下期见 拜拜